我們下面是一個是 一個很棒的 聽起來是 一個某種收音機 而且讓我覺得很驚訝的 不是這收音機 我們小時候其實真的都有看過 家裡可能有 我覺得厲害的是這個 以前你想要收音 還要有執照 沒錯 電視廣播接收機執照 也就是我買了這個機器 如果今天 因為我可以亂聽 我也可以聽對岸的 或聽哪裡的廣播 所以一定要官方給我許可 不然我這個就變成為禁品 沒錯 就是你去買收音機的時候 你要留下你的姓名地址 然後幫你申請這一張執照 它怕你聽共匪的廣播 那這一台收音機是 是德律風根 德律風根 德律風根是1903年創立的 是全世界 當時來講 全世界最棒的收音機 這個收音機現在也很少了 因為它是真空管 它不是電晶體的 對 這個收音機它能聽嗎 可以 可以 這個是民國五十四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的時候 還要有執照才能聽收音機 沒錯 有效期間是五十七年 七月一號到五十八年 過了一年 萬一你有任何不法的行為 它可能取消這個執照 對 有可能 每年 我也要為家裡的收音機請執照 你知道這個 何等專制的社會啊 但如果你知道這張執照 是誰在檢查嗎 警總 哇 警總在檢查的 不是警察局喔 警察局不檢查 所以就是你這個人 一定要思想很純正嘛 否則萬一你聽一下大陸廣播 我去檢局你說 你聽大陸廣播你是匪諜 搞不好警總就來找你了 沒錯 當時冤語很多啊 對 是 厲害了 這個也是檢的 這個是人家要搬走之後 讓他們留下來不要 隔壁裡的里長他知道 他要講說 你要不要 過來看一下 其實他們家有很多 東西都是好的 所以這一張是配這一張 沒有 就是他們本來放在一起 沒有 另外撿的 對 另外的 我建議你 你這個德綠峰跟的那個 收音機 是一個很經典的東西 但是你需要去整理一下 比如說它的外觀 你看上面都還有油漆 另外就是說你看外表面 是可以聽 但是那個都壞掉 壞掉 可以修理 這可以修 沒有去修理 這可以修 像你把這個面板拆下來以後 好好的擦拭 用酒精 好好的擦拭 有時候要修得好貴喔 不是 你自己做 你自己做 我跟你講 那個在轉台的那個 它是一條線 它線脫落了 所以它不能轉 你把它裝上去就好 要是我會送去親老闆 他爸爸會幫我寫 是…這個 這個我修過嘛 我知道 這個… 我們以前當學徒的時候 我修過這個東西 我不是修一台 所以這個你經過整理以後 然後上一點蠟 我覺得這個就變得很漂亮 對 很漂亮 還是免費的喔 是… 好 請見價 兩萬元 好 恭喜你 很漂亮的 德綠峰跟的一個收音機 現在電視前面 又有很多人在說 我已經把我阿嬤的收音機丟掉 為什麼我要丟呢 其實很多現在的創意餐廳 或者說一些比較復古的餐廳 或者是咖啡廳 都願意買一些這些東西回來放 我自己也有買一個 但也滿便宜收回來 因為人家不試貨 是中廣的收音機 以前中廣有出收音機 而且沒幾年有出不同款的 我打算要賣回給我的東家中廣 這樣嗎 有一天找不到 大家都銷毀之後 就是你贏了 對不對 是…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李里長帶來的最後一件來 所以 這個 很多的復古餐廳 只要走鄉村風的 尤其是賣台灣料理的 用四合院做的 外面一定掉好幾件這個 沒錯… 我看到縮一我就想到 蘇東坡的定峰坡詞 這個 竹葬盲邪青聖馬 一說煙語盛平生 那這個… 也無風雨也無情 是… 那這個縮一 在我們現在是覺得是一種歹式 在古時候 應該講 是一件語音 你幫我拿下來一下嗎 沒有問題 來 是的 這件流傳了好幾世紀的經典寶物 讓老祖宗們遮風避雨的縮衣 到底應該怎麼穿呢 現在就讓秦老闆 為大家重現縮衣的風範吧 來 來 我們要先寫價格 模特兒請你再多站一會兒 這是一個縮衣 我知道 這個縮衣 在農業社會就是雨衣 一般來講說 家裡面最少會有一件 那一出門的話 有錢人是打傘 一般的人都是穿的是縮衣 這個縮衣的製作是蠻困難的 等一下我要講說縮衣怎麼做 好不好 好 你連縮衣做都會 你是國學多聞 我請老闆 縮衣的價格 其實各地不一樣 但是我記得我問過 而且我問那個縮衣多少錢的時候 我當場被他嚇退了三步 怎麼說 因為我比如說進了一個 就是賣那種老東西的店 然後比如說那間多少錢 老闆講說那價格 你不可置信 那個在這個縮衣的年代 我猜他可以買一畝地 是 是不是 是 我想說你開這什麼價錢 不過是個老東西 縮衣現在很貴 以前都被燒掉了是嗎 剩沒幾件 不是 因為他保管不好會腐爛 來 這個價格是要寫斷線前的價格 我們那個斷線的價格 我感覺差不多會差五千 我們再來把親老闆收就好了 你就隨便什麼 差五千也可能會對 好 那我在這邊順便說一下 這個縮衣的做法 縮衣是用棕櫚素 棕櫚素 棕櫚素的 那個台灣也有 但不多 不 大家聽我講 棕櫚素不是拿那個青色的 綠色的部分 是拿那個已經稍微 稍微骨乾的部分 乾掉的 乾掉的 把它切下來以後 進水 然後開始搓 搓柔 搓柔軟了以後 就交給當地的婦女 當地的婦女人 就把它搓成線 這是用線編成的 那編這一件要搞多久 不是 現在重點是怎麼搓成線 怎麼搓成線 我跟你講 是在那個大腿上 那個 是在大腿上 人坐在椅子上 大腿上這樣搓 搓 同時有那個 去角質的功能嗎 當然 所以說那個腿 每一個人的腿 就是一隻腳是黑色的 一隻腳是白色的 可能就是磨砂膏 是 這樣推推推 推成一條線一條線 先推線再來編 再來編 所以編一件到底要多久 最少最少要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這是一個縮一的一個做法 好可怕 後來就被羽衣取代了 對 其實李里長我跟你講 我上次去那個古董店 我們兩個先商量一下 我問的價格是這個的四杯 所以我倒退了三杯 你要不要改 但我不知道錢老闆會估多少 老東西最難估價 沒錯 因為它也不是說歷史 它是記憶 重點是你花錢 沒有辦法再做新的 沒有新的可以做 花錢做不到新的 不改 不改 我上次真的喔 他告訴我這四倍價 好 來 請見價 五萬元 看看 是嗎 是 恭喜您 現在是不是更多人 以前家裡務農的 心裡在想說 我阿公都縮衣 我為什麼要把它燒了的 就丟了 那時候這樣那是不是 當初現在給我的 到時候明天都要來找我 找我要 這無阻霧啊 這倒也不會啦 也不會啦 其實你這些東西 其實收集老東西 我剛剛跟里長 稍微思想談了一下 其實是我們人生 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滿乏味的 每個人為了賺錢 為了養家 為了養孩子 其實他們每天都過了 規律的生活 所以每個人都有 心裡面應該有一個寄託 去收集一些你喜歡的 跟你心靈有感觸的東西 讓你的心靈生活更豐富 大家再回頭看看 這個太平醫院金城武 如果我收了這麼多東西 金城武會來我們家 喝咖啡的話 我也願意收 好 謝謝李莉莎 謝謝李莎 謝謝